這邊本來是什麼地方 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以前去這裡好大喔 現在去這裡 都變大了 你給媽抱一下快點 我不知道我可以再回來 我想哭 我小時候就在那邊 他說這個是長大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來了 沒事沒事 這邊本來是什麼地方 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我說這樓下是客廳嗎 客廳 然後我以前一直在這邊 然後我媽媽一直在這邊 我以前吃過花 我也一直在那邊 我以前吃過花 我以前在那邊 我想進來 要進哪樣的 沒有我老公說 老公你可以進來 可以進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娘 謝謝 你人真好 謝謝老闆娘 我以前去這裡好大喔 現在去這裡 我現在去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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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變大了 我小時候爬了 爬了樓梯 然後每次要爬上去 然後爬到一半就空 有家 然後我們一面子就流行 那我小時候的穿梭 我小時候的穿梭 我小時候的穿梭 剛剛好 阿媽 阿媽住這個房間 阿媽住這裡 我阿媽住這個房間 然後我阿媽那邊 她裝桌在這邊 然後我阿媽在那裡 然後她裝扇都在這邊 妳給媽抱一下快點 我不知道我可以再回來 這個你看 好累 你怎麼睡頂樓啊 她 沒有拿 這也是我小時候的燈 你住這裡 你以前睡哪裡 這個床在這裡 然後沒有在電話放在裡面 然後這個也是水塔 這是水塔 我睡這邊 然後以前這邊睡臉 我家沒有睡臉 這邊裝睡臉 就是窗型 任何的窗型 那以前不是體平 一定是要靜炸的 靜靜炸 對 然後我那時候還叫我 吃這個水利 這個叫什麼 Tiffon你來 對 我小時候叫小朋友 這是我家從小到大 那幾歲 我到18歲 她真的有點沒法 她沒有 她沒有 現在就有點像假式的犯人 腳上是有帶腳療的 快樂 需要一些自由 談得最大的一次價 就是為了自由這件事情 你不能好像有個 Раз的 好像感覺是要去跟老闆爭取什麼 你反而是要好像好朋友的 的這種角色去跟他談心 其實我這個人很知足的 一個晚上我就可以大概 感恩一個月 我覺得媽媽等於 everything 就是一個家 她可以是老婆 女優 管家 她可以fick很多不同的角色 可是常常就是會少了一點時間給自己 最近我跟我先生吵了最大的一次架 就是為了自由這件事情 因為本身我的自由呢 其實我現在就有點像假式的犯人 呵呵呵呵 腳上是有帶腳療的 時間到了時候他就會想 或者是超過一個距離的時候他也會想 如果飛出國可能他就會電我這樣子 就要溝通這上面 可是你溝通你不能直接用吵架的 用暗示的 明示的告訴他說 我需要一些自由 然後一開始先生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就會覺得說 有什麼比在家裡陪小孩更快樂的事情呢 是沒錯啦 但是我還是想要見見我的老朋友 畢竟已經三四年沒有碰了 我就會跟他吵這個架 所以演這個八點檔是說 可能要演一個我心情很差 或是演一個我可能一直看窗外 生無可戀的樣子 然後他才會跟你講說 好啦那你出門這樣 一個晚上就好啦 其實我這個人很知足的 一個晚上我就可以大概感恩一個月 我覺得婚姻的感受跟經驗確實是啦 因為畢竟熟能生巧嘛 一開始在婚姻生活 而且我是馬上有小孩 當月結婚 隔月就有小孩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老公老婆的生活太久 然後單獨的 像我們談一年多的戀愛也就結婚了 所以自由的時間沒有很久 所以我就一直希望說 可以在這上面有一些很好的 就是突破啦 前幾天被我一個好朋友點醒一句話 他就說 其實你現在也不是小女孩啦 一開始我認識我先生的時候 我可能只是30歲的半熟的女人 那現在也結婚10年了 我的心智年齡上面 其實也像一個親熟女在 可能再更熟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就比較不會用 以前都會忍讓啊 或是盡量都是避免吵架 或是避免溝通 或是避免很多事 反而現在就會直接很直白的去告訴他 我需要什麼 然後你可以給我什麼 但是我必須說 真的要演一下你的態度 你不能好像感覺是要去跟老闆爭取什麼 你反而是要好像好朋友的這種角色 去跟他談心 然後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不快樂 我需要一點點空間 或是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支持 他就會相心比心的 他如果愛你的話啦 你是不是怎麼了 是不是 我有 view 一切都會很想的 還是一點點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不是為了你也陪 是為了不讓你們擔心 sorry啊 對 就是你來問我說我的臉到底怎麼了 我就一次的來跟大家交代一下好了 其實在惡靈的裡面呢 他在我的臉上有一個 安靜的心理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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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到這個階段 然後你再看起來像是個花 然後會紅紅的 可是我們現在開始打這一次 變得惡化 而且大家沒有發現 這個意思會有照顧好 現在其實到最後的階段要讓這張顏色脆掉 然後呢這個時候做青創的時候 他所推出出來真身的皮色 就讓他看起來好像很嚴重 我的腹就是牌的第一個部分 跟大家講說 因為我很怕你的腹都不知道 這個傷痕上的動作 你知道嗎 就沒有一個好處 就四段 對 好 好感激喔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或者是你有一些遮瑕的問題 這樣子可以帶 你知道我這輩子沒有這麼努力 在研究如何遮瑕 以前我就想說反正遮瑕 就遮瑕就遮瑕就遮瑕 在這裡 在放後遮瑕 現在很漂亮 這傷腹很像我這樣奧子的皮膚 你只用手肘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壓一壓 可是因為我要上高低 所以我就必須要用這樣 然後還有跟我一樣的朋友 我也跟我一樣 有受傷的話 我們一定要撐住好不好 很快就會好起來了 然後謝謝你和小虎 所有的專業團隊 然後呢 相信專業 我們的皮膚 很快就會分成不到最好的狀態了 謝謝大家